臭号风情 卢照晴 他的黑历史不少 曾经列为十大枪级要饭 也曾经卷入绷恰恰光碟案 然而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版面 是2018年的一起少女性骚事件 当时他看朋友 还有女朋友的未成年女儿一起聚餐 大人都喝得醉醺醺 而卢照晴看出了女友已经不省人事 趁机对着17岁的少女席胸摸臀 那最后呢 卢照晴也被以强制猥亵罪 判刑十个月 然而这一次呢 开枪的这个枪手 他公称卷税不满性骚扰案 判决判太轻 可是呢 一月卢照晴都已经出狱了 这时候才开枪 警方不排除 是跟帮派利益有关 有风情称号的卢照晴 在嘉义县水上香的公司 遭人开枪威吓 嫌犯公称 就是因为卢照晴曾经为谢少女 让他心生不满才会动手 而这起性骚案件 就发生在2018年 当时卢照晴 北上年乡和朋友相约 在台北吃饭 朋友也带着17岁的女儿出席 几杯黄汤下渡之后 一行人前往桃园的汽车旅馆住宿 但朋友已经喝得不省人事 卢照晴就趁机对着少女 息胸又摸臀 吓得少女立刻逃出旅馆房间 没想到事后 少女母亲向他坦诚 自己全都知情 是故意要让卢照晴有机可乘 虽然卢照晴在法庭上全盘否认 但法官还是以强制猥亵罪 判刑十个月最后最高法院 更是驳回上诉定验 虽然开枪的嫌犯 公称不满性骚案判决 但金方还是抱持怀疑态度 他是属于 熟联邦梅花糖的分子 当然他已经否认这一点 但我们不排除 跟帮派之间的纠纷有关系 前十大枪级要犯 背景复杂 更是前科累累 成绩将近七年 这回又疑似因为 旧案遭人报复 再度登上社会版面 华氏新闻综合报导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